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第一眼见到Judy Kong 康伟伦 你会觉得她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但是呢 在她青春靓丽的外形之下 蕴藏着更让人惊艳的音乐才华 她是南加大有史以来 第一位获得大提琴 还有钢琴双修的学生 目前呢 更是乐坛天后Seline Dion的 专属大提琴手 不到30岁 她就能够有如此的成就 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今天好开心 能够邀请她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欢迎Judy Kong 嗨 Judy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我今天真的好开心看到你 真的是 其实我老实说 你给我想象中一般大提琴手的 这种气质不太 你整人感觉非常的开心 然后满脸的笑容 So happy 那么首先呢 你第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你的中英文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不仅你的英文完全是流利的 另外你的中文也非常好 所以才能够邀请你来上马拉下午茶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大概什么时候来到美国的跟家人 我从小时在台湾台北长大 到17岁的时候突然我爸妈才说 我们到美国去吧 That's it That's it So 然后就全家一起搬过来了 OK 所以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大提琴的呢 我 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这个问题 我从四岁的时候就开始 先从钢琴 对 然后非常喜欢音乐 然后其实妈妈也非常支持 然后到七岁的时候 就是在学校 音乐学校 大家建议说大提琴 其实我有听到 去了马尤尤的音乐会 对 然后听到它 就受到一个inspiration 对 OK 我就问妈妈说 那是什么乐器我好想拉哦 然后妈妈就说那是大提琴 然后我们就帮我买一下大提琴 所以你特别喜欢这个大提琴的音色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比较中低音一点 对 可是你可以想象 七岁的一个小女生 就开始拉这个大提琴 对啊 而且琴都比你大对不对 琴都比我大 所以小时候都是妈妈 爸爸帮我背啊 对 人家也说其实大提琴的声音 是最 close to那个人的声音 对 so human voice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最喜欢的乐器 会是大提琴 因为真的很能够感动人的 这个音色 对 那所以你来到美国之后 十六七岁的 继续这个音乐之路吗 对 其实十六十七岁的时候来 最主要是 因为我都完全没有讲英文 对 从ABC开始 所以就去了一个 普通的高中 然后那时候要开始 高三的时候来 要开始考SAT什么之类的 我连Apple You know ABC都不太会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 focus在学英文 然后当然在 on the side还是有 音乐是my love so 还是有每天练琴什么的 结果一直到 上大学 才终于 才又重新pick up 回到鬼上 对 所以你在大学之后 就继续求学 但是我觉得你一个 很惊人的成就 我知道你是南加拿大的 这个音乐系的学生 那你是 希望你刚刚说 一开始是从钢琴开始 所以你又重新 又去修钢琴 然后也拿大提琴的课 然后最后是拿两个双学位毕业的 没错 没错 That's amazing 谢谢 而且USC非常generous 还给我全额奖学金 对 就是为了要让我去上 我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有去接触一些表演的工作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你的来说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学音乐它只是一个乐趣 一个爱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 它将来就是我的工作 其实 还是只是在experiment的阶段 对 其实从小 我其实从小是音乐班长大的 然后在台湾音乐班长大 其实还蛮很难 因为都是非常竞争力很大 一直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是去普通高中 但是在weekend的时候 我就会不知不觉 所以就会想把大提琴拿起来 然后就想要拉或钢琴 然后会去很多比赛 然后去一直得奖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以后 maybe可以这么 每天都是做这个音乐 然后可以非常的快乐 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 一直有一些机会出来 像在Glee 那个欢乐合唱团的节目 Oh I love that show 对 他们就会有reach out to me 就说要不要来上 来拍一下 当节目上的特别大提琴 show 然后从那个开始 以后就 发现说 可以哦 而且我觉得你的这个个性上 很适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娱乐圈 蛮特殊的一个crossover 我必须要说 因为像一定要来提提就是呢 现在呢 Judy呢 其实她是这个Celine Dion 我们这个天后级人物的 这个专属大提琴手 可不可以说说 你跟她一起工作的一些这种感觉 然后当初你们怎么会有这个机会 一起合作呢 对 其实我从大学毕业 在好莱坞就会有一些 like from Elton John 到Demi Lovato 一些大明星会 会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然后从那样开始 名声就有一点打出去 然后会有很多人 就是推荐我的名字 然后慢慢的名声就出来了 就到最后 Lasway Jassi的那个producer 他们就从Celine Dion那边 就reach out 就说要不要来 我们想要听你拉大提琴 然后就邀请我去跟他们参加 就从那边开始啦 那你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每个晚上 对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等于是跟 所以你要share一个舞台 对啊 其实我是最新的一个成员 他们的show 已经在那边好几年了 对 那我是在今年加入 然后其实我也是最年轻的一员 那一开始到Lasway Jassi的 那个Cesars Palace Coliseum 它其实六千个人 这样看上去 是endless kind of sea 然后我其实第一天的rehearsal 好紧张 可是Celine Dion从台前这样走出来 她一看到我 马上就冲过来 然后给我kiss hugs three times french way 然后就是跟我说 Welcome to the family So sweet 所以她虽然是牵后 但她完全没有架子 她完全没有架子 然后马上我就觉得 Wow I'm part of the family 让我觉得 Wow 我从今天开始 我会好好的全心尽力帮你演奏 每天做最好的show 那么另外 其实我刚刚也提了 你的个性上 我觉得跟一般的这个古典 虽然你是古典音乐训练出身的 但是呢 你的个性上非常的bubbly 很感觉就是跟娱乐圈 是能够很适合 所以我觉得你才能够 成功的crossover 然后跟很多的一些 流行音乐的一些天后天王级的人来合作 那其实呢 我觉得音乐家有很多 洛杉矶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你自己觉得你成功的这个 secret在哪里 那是个好问题的 我其实很多古典音乐 其实从小到大 大家都是每天练琴 所以会比较少 活泼 个性会有点 孤僻一点点 对 孤僻一点害羞 这是很孤独的路 对 其实每天都是你跟自己的乐器在一起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 the instrument is their best friend 但我其实我从小就还蛮活泼的 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所以我很喜欢做一些乐团啊 或者是chimber music 会跟人一起合作的东西 我就非常珍惜 然后所以到这些 like出去外面做秀啊 我就很喜欢跟大家 you know 打成一片 yeah like socializing 所以其实在这个娱乐圈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 别人想要再一次跟你合作 因为大家很喜欢你 就是not so serious 要能够好相处 要好相处 然后memorable 大家会记得你 所以下次就说 我们还想跟judy the cellist合作一下 对 所以会 I guess 让人家印象好 会memorable 是最好的 See that's the secret Well congratulations Judy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ccess Nana 真的也是很恭喜你啊 不过呢 往后的路 你希望能够怎么走呢 继续在这个娱乐圈 做这个crossover 然后一些Mesh的一些作品吗 对啊 其实我现在 是一半在拉斯维加斯 或者一半在L.A. 然后会做很多的电影配乐啊 或者是上电视 不会明星眼中 像我们的那个格莱梅掌 应该会有机会啊 奥斯卡啊什么之类的 会很多有乐器手嘛 可以上去 对 所以最好是 希望很多机会 我相信你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机会 跟这些非常知名的 这些音乐人合作 对 非常恭喜你 那么希望你呢 随时有空来玩 OK 我们接下来还要听你的演奏 一定不能错过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